今天成交量还是没有明显的放大 那昨天财政部长张胜和说了 量不太够是因为房市太好 那房市和股市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请教巨洋投顾分析师郭哲荣 分析师你好 嘉宜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其实我要跟投资朋友报告一下 就是说其实房地产跟台股的一个资金 房市跟股市 其实我认为 其实其实张胜和部长当然说的很好 举一个比例 肥的芭蕉 当然受了樱桃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悄悄板 那其实谁的资金下去 谁的资金又上来 那投资朋友注意一下 其实张胜和部长 其实在这边说房地产泡沫 其实我在很早之前的时候 也有在其他媒体的时候 跟投资朋友一直报告 那为什么 其实用投资的管道 就去想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连一个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在这几个月 应该说这一年来 他持续的一个相对 把房地产资金 挪到可能去英国 或其他地方去 也挪了大概 也卖房地产 约4000多亿的一个相对台币 而更何况 香港不论是香港代表 或者说中国的首富 其实中庆后 娃娃娃的一个创办人 他也是说 房地产存在一个泡沫 甚至连我们 其实台湾的央行总裁 其实10A总裁 彭安南先生 他之前就说了四个字 居安之为 他是这样子 又慢慢着这样的语气 来跟大家报告 其实房地产 在这几年 我认为它的利率 其实不太可能会 急速的一个上升 可是为什么 其实总裁要说这样的话 其实早就跟大家暗示过 再加上 其实连一个相对的 一个经济学家的得主 一个洛贝尔经济学家的得主 他在2000年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 打看的一个泡沫 网路泡沫 也成功地预测到 2008年金融海啸 他也预测到 他近年来又一直说 其实中国上海的房市 也存在泡沫 所以投资票 用这些人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这些人 会成为一个 致富的一个赢家 其实他们早就把资金 从一个房地产的资金 挪出来了 那至于说什么时候 要资金什么时候 回来股市 我认为 这个是相对一个大灾问 因为现在重点是 连房地产的量 都没有出去 很多人都卡在一个房地产 的一个资金上面 然后我觉得说 其实慢慢的慢慢的 只要在这一波 其实如果连财政部长 都这样讲说资金泡沫化 我相信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投资票 慢慢的把一些资金 慢慢的离到一个台股 不论怎么样 我觉得在这一年而言 其实投资票 我觉得不要去 随便乱碰一个房地产 我觉得其实投资台股 反而是您 比较好的一个标的